计算员的这个面积的话 那当然我们会知道说 我们需要一个π 不过这个π的值特别重要 如果你这样要引用这个π的值 不是叫你背出来 你就直接用Mass里面 这个模组里面的π的这个属性 就可以取得那个π的值 但是那个Mass你记得 如果你要用它 你不能直接Mass点π 那这样一定会出 因为它不知道这个Mass在哪里 它其实已经存在了 只是没有帮你引用进来而已 因为它等于是在python里面 但是如果你要用它的话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我没有imput它的话 会出现这个错误 那也就是说 在python里面有蛮多 已经存在的函式库 那如果你要用它的话 记得一个关键字就imput它 imput进来就可以了 那另外的话 还有很多的那个外部 更多的函式库 其实可能不在python里面 如果你要的话 你可能要到那个 这个网站上面去把它下载下来 有一些是在python的网站上 就可以抓下来 那抓下来之后 它帮你放在那个 就是site package那个目录里面 其实我们在用那个 什么 之前在引用这个 所有 不知道各位没有注意到 我们那个python里面的话 这个interpreter里面 那我们找到它之后 你会发现 它分成好几类的函式库 那其中有一类 有没有预设的 library dl等等的 那其中有一个是什么叫 site package 也就是从网路上抓下来的 那也就是预设的那个 python里面没有 不过之后 我们如果会用到 我们会教各位怎么安装 像很多外部爬虫的 那个函式库 这里面是没有装 那如果说你要的话 你就把它抓下来装就可以了 OK 那这个后面我们会再提到 那请各位再练习一题 就是如果我今天要取得 py的值 那你一定会用到mes 那这个mes怎么样 拿它这个mes来用 特别关键就是imput 你要先imputmes imputmes之后的话 接下来 一样 就是其实使用者 请你输入一个 这个半径 我要帮你计算面积 那输入之后的话呢 一样 它是一个 就输入是自串嘛 所以把它转为float 丢给a 那再来这个半径 半径部分的话呢 再利用那个π的值 那π乘上 这个半径的平方 OK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是 这个 a乘乘2 然后得到这个面积之后的话 把结果print出来 不过print出来 我们前面 我讲过啦 如果要取得小处点到 第二位的话 一样 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再加一个format 这个format的方法 特别有个诀窍 大瓜糊 特别有个冒号 后面你就加一个.2f 反正你就先把这个打出来 针对这一个字串 里面的大瓜糊做格式化 所以后面你就点一个什么 点一个format 你就打一个format 后面的话你就把 那个面积的这个变数 加到里面 然后面积的后瓜糊 它就会帮我把算完的那个面 这个面积的这个池 丢到这边做格式化 它产生的结果类似像这样 所以请各位 待会也许试一下 view输入5.5 enter 它取到小处点第二位 并且输出 OK 来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咱们再来试一下